Project Award 环保计划 学习目标 在本单元结束之前 你应该能够回答以下问题 1. 什么是 Project Award 环保计划基金会 2. Project Award 潜水员 保护水世界的十个方法内容 Project Award 环保计划 起初只是一个理念的 Project Award 在1989年由Peddy组织中的一群 提倡环保人士所创建 他们当时对于水底世界面临的威胁层出不穷 感到忧心忡忡 到了1992年 原本的环境伦理 具体成为一个独立注册的非盈利机构 Project Award 环保计划基金会 一直以来 Peddy Worldwide都是它的主要伙伴 每年赠予大量的项目服务 给Project Award基金会 然而休闲潜水员和Peddy会员的个人捐款 才是维持基金会运作的收入 Project Award和Peddy这个大家庭 持续合作关系 促使全球各地的潜水员和潜水专业人士 投入保育活动 Peddy专业人士每年带领将近100万人 接触环保意识的信息 教育和活动 范围从Peddy教材的信息 到介绍如何保护水生环境 以及净滩 资料收集等实际行动 种类繁多 您已经学过 Peddy潜水长的职责之一 就是要发扬Project Award环保理念 和鼓励对环境负责的潜水员行为 在Project Award基金会的网站 Project Award.org上列举潜水员保护水世界的十个方法 以及针对水底摄影人士的提醒 欢迎下载 一 小心潜水 许多水中生物都非常敏感脆弱 会因为被相机砸到 挖斜扫到 甚至是手轻轻碰到就会受伤 二 潜水时要留意自己身体和装备的位置 将仪表管线和备用器源收好 以免拖行在水中生物的栖息地上 控制自己的浮力 以免碰触到脆弱的有机生物 保持潜水技巧熟练 参加Peddy顶尖中性福利 Peak Performance Award 山湖椒宝玉 Award Coral Reef Conservation Project Award 环保计划 或水底自然观察家专场课程 Underwater Naturalist Specialist 等课程来复习技巧和学习 爱护环境的潜水技巧 四 注意自己的行为 切勿碰触 搬运 喂食 或移动自然环境中的任何事物 这么做可能扰乱水中生物 及改变生态系统 五 认识 和尊重水中生物 和水中动物玩耍 或用它们来喂食其他动物 可能会遗留一连串的祸害 要认识海洋生态系统 了解永续性的互动 六 支持生态旅游 尽量降低自己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并尊重当地文化 请选择致力于 永续商业食物的Project Award 环保业者 尊重水底文化遗产 为我们的后代保护 具有人类文化遗产 或航海历史的沉船潜水景点 水底的积聚 残骸 也可能是鱼类 或其他水中生物的重要栖息地 八 发现环境受到侵扰或破坏时 要回报给相关机构 潜水员可以协助监控当地的水中环境 健全与否 如果发现水中生物有不寻常的情况 受伤或是减损 或是水质污染 要回报给当地的主管机构 九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树立模范 让其他潜水员能加以效法 减拾水底的垃圾 固妥装备 远离水底 十 踊跃参与 无论你住在那里 或是在哪里潜水 都能享受水中活动 发挥正面的影响力 来保护地球 参与Project Award主办的保育和资料搜集活动 尽一己之力来保育水上环境 自我评量 习题八到五 环保计划基金会是一个非盈利机构 广邀潜水员和水上活动爱好者 投入保护和保育水底环境的各种计划 活动和工作 全是 二 潜水员保护水底的十个方法中包括 副选题 选A B C D A 支持生态旅游 B 参与当地的环保计划 B 参与当地的环保活动 C 保持潜水技巧熟练 D 成为潜水员和非潜水员的模范 第八单元 个案研究 相机并发症 日期 2008年 地点 加勒比海 热带山胡椒 当事人 体验水费潜水的参加者 64岁 男性 在完成体验水费潜水的平静水域课程之后 教练带着五位参加者进行一趟案前之旅 目的是一处位于六米的当地 珊瑚礁 有一位潜水长随队同行 他拿着潜水摄影机拍摄这趟水底旅程 当天的能见度在那个地区算是差强人意 大约十米 下水 不久后 教练发现有一位参加者不见了 他向潜水长打手势 潜水长表示自己也没有看见他 教练打手势请潜水长到团队后方去找找看 其他人则在原地等待 不久后 潜水长回来 摇摇头 教练 打手势要大家浮上水面 浮上水面时 便听见附近码头有个人大声喊叫 指着那位失踪的参加者 他正脸朝下浮在水面上 教练游上去前去 发现对方已经没有反应 于是他开始一边施行救援呼吸 一边拖带他上岸 潜水长则陪同另外四位参加者 遇难者没有再醒过来 急救人员在持续实行30分钟的CPR和救命术之后 宣告死亡 在调查期间 电视官发现死者有明显的动脉阻塞和隐性心脏病 调查发现 死者在两年多前曾经心脏病发过一次 但他在参加本次活动前已取得医师许破证明 有关当局判定死者可能是心脏病发 却也批评该次体验活动的执行方式 对令他们不满的是 理应负责督导的潜水长 当时却在露营 他们质疑如果当时的督导更密切 是不是会更早发现情况 更及时为遇难者实行CPR 死者加数提告 最后是以行外和解收场 教训 这位教练和潜水长很有可能未尽全力 预防这起死亡事故的发生 尽管如此 允许潜水长录影仪式 不仅违反标准 尤其是在能见度差强人意的情况下 也令他们的行为受到质疑 在水费体验活动中 让人拍照或摄录影片并无不当 然而为了达到人数比例规定 而在场的督导人员 必须全心放在参加者身上 不应该操作相机 摄录影片或照片很好 前提是那个人不能以督导人员的身份 做这件事情